女人为了生出龙凤坛 竟然做了108次事故 生产的时候 医生却醉醺醺醺地走进来 不出意外就马上发生意外 第一个出来的叫得很大声 第二个却没有一点声音 她如实地告诉家属 有个孩子已死 医生一股刺鼻的酒气 让婆婆明白 肯定是医生喝酒的医疗事故 看着手里的孩子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惊人的想法 刚刚她的手里还是一个包 正准备去医院 看望生孩子的儿媳 却突然听到 陈老板的夫人发生惨叫 进门时看到的 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在行凶 陈老板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丧彪连忙慌慌张张地跑出去 婆婆正准备去追房间里面 却传出惨叫声 夫人的羊水已经破了 如果现在去医院已经来不及 婆婆为了减轻儿子的罪责 用被子将陈老板盖住 准备开始人生的第一次接生 幸好夫人的命够硬 生出来的孩子非常健康 肩膀上还有一个心形的大指 婆婆突然发现孩子竟然不哭 而且皮肤很冰脉搏也非常微弱 她连忙抱着孩子去医院治疗 她刚到医院孩子就哭出了声 却意外听到自己家孩子的死讯 婆婆要医生用这个孩子剃掉死因 不然就去告发喝酒的医疗事故 此时夫人拖着沉重的身体打开床单 丈夫早就已经魂归细天 她突然想起丈夫前几天说研发成功 肌肤再生疏的配方肯定可以震惊全球 夫人终于明白 都是因为这份配方引来的杀身之火 她决定带着配方实现丈夫的遗愿 当丧彪带着帮手准备杀人裂口时 夫人已经带着配方逃之夭夭 她连忙冲出去准备抢回配方 正好碰到交换完孩子的妈妈 她拦住儿子要她去自首 丧彪一把推开拉住自己的妈妈 很快丧彪便发现了允熙的鞋 黑井摸了摸鞋子的温度 意识到当事人肯定没有走远 两人开始分头行动 允熙看到前面有亮光 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连忙躲在旁边的垃圾堆 丧彪发现这边似乎有什么动静 慢慢地走向允熙的位置 就在她准备掀开的时候 房主突然制止了她的行动 允熙也因此暂时逃过一命 只不过她已经失血过多 没走几步就躺在地上出气 比吸气多 为女儿做了最后的祈祷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此时丧彪已经在陈老板家里 撒满了汽油 她准备一把火烧掉 这些东西毁尸灭尽 然后以远房亲戚的身份霸占公司 做完这一切的 她连忙跑到医院看女儿 小孩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似乎要将丧彪的手抓得粉碎 然后在丧彪看来这是可爱的举动 而且脖子上有个星星的胎记 更加让她显 觉得以后长大肯定会成为大人物 一眨眼十年过去 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代言 弗兰从小聪明伶俐 深受爸妈的喜 每次出门妈妈也只带弗兰出去 弗达则从小就不学好 星星更是歹毒无比 不管在哪一方都不如弗兰 甚至就连自己的哥哥也只喜欢弗兰 她一气之下直接戳破哥哥的轮胎 哥哥以为是旁边的小孩恶作剧 却被弗兰一眼就看出端倪 并且小到上面还有弗达的名字 幸好弗达跑得快 忽然只怕要被狠狠地揍一顿 次日妈妈带着弗兰出去游玩 并且还在照相馆拍了母子照 两人开开心心地回家 却正好碰到弗达 弗达抢过弗兰的手提包 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背着自己去购物 她也想不明白都是妈妈的孩子 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幸好奶奶出来的及时才阻止这场闹剧 只有得知真相的奶奶心疼孙女 抢过弗兰刚买的新衣服送给弗达 恶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随后奶奶害怕孙女受到欺负 拉着儿媳出门去买菜 却不料在路上碰到当初给他们接生的院长 婆婆害怕事情曝光 连忙拖着院长去墙角说事 当初可是说好永远不再出现 院长则口无遮拦说起当初换孩子的事情 一回头正好看到前来找婆婆回家的儿媳 任顺听到这一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揪着医生的衣服要她赶紧说出真相 婆婆还想替自己洗清嫌疑 医生却受不了这种无名的指控 她虽然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孩子 但肩膀上面的心情胎记这辈子 她都不会忘记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任顺一时间无法接受 她以为弗兰是老公在外面的私生子 婆婆一时间也无法应得 当任顺再次看到弗兰心痛得无法呼吸 只能将怨气撒在枕头上 她为了弗兰这么多年一直在欺负弗兰 而且她的亲生孩子竟然死亡 她恨自己后知后觉 恨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端倪 弗兰还想上去安慰伤心的妈妈 却被人顺无情的一本推开 要婆婆赶紧将这个孩子弄出去 婆婆也不敢说出是她儿子杀了弗兰一姐 只能让保姆先带着弗兰出去避避风头 可大冷的天孩子又该去哪里 哥哥拉起妹妹的手跑向山顶 每次她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来这里 当他们回家时行李却被丢了出来 住在旁边的尹教授连忙闻讯赶了 她愿意先带着弗兰回去住 等丧彪回来就送过来 刚回家的丧彪则是一脸的蒙圈 自己每天都在家里带孩子拿里来的私生子 婆婆连忙给儿子使眼色 这不就是你和那个谁的孩子吗 妈妈始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口 她其实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儿子赎罪 想着如果自己死了 这个秘密就会带进棺材 却不料被那个医生框了条 此时丧彪也终于知道弗兰是隐熙的孩子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尹教授本想找丧彪谈谈孩子的事情 却不小心意外听到 弗兰竟然是死去好友陈老板的孩子 当初他们一家意外死亡的时候 尹教授正好在国外游玩 陈老板一家的死一直是他的心病 此次回来也是调查当年的火灾 丧彪连忙装不惋惜的样子 尹教授表面上装作感动 非常感谢丧彪可以收养弗兰 但心里不由的一疙瘩 陈老板当初那么的富裕 怎么可能会要丧彪的妈妈接生呢 这其中肯定有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离开时尹教授故意向丧彪透露自己手里有证据 十年前的事情他一定会彻查到的 丧彪的心里慌得一批 连忙跑到尹教授家里翻找所谓的证据 可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依旧一无所活 他突然听到尹教授回家的声音 连忙从三楼跳了下去 当尹教授发现的时候 丧彪早已经逃之夭夭 他连忙追出去想看的究竟是神 却不料一辆小车对着他急速神 幸好尹教授反应灵德 还堪堪地躲过一劫 此日尹教授便跑到警局报警 可负责这块安全的人正是当初的黑警 他怎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言两语便将事情带了过去 尹教授明白这件事只能去城里弄 转头黑警便将尹教授的事情告诉了丧彪 丧彪都快气疯了 他绝不会让到手的财富飞抖 此时尹教授已经联系好城里的律师 现在只要将弗兰的身份曝光 马上就可以在城里立案侦查 今天就是他们在这个村庄的最后一天 也许是尹教授也感到了威胁的气息 告诫儿子以后如果站在人生的岔路口 一定要选择自己认为正义的一方 此时清风还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意思 清风发现中午吃的泡面忘记 准备去附近的小麦不够买 离开时正好和一个黑衣人擦肩而过 他也因此捡回一条幸运 可他的爸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遭到了丧彪无情的猎杀 当清风回来的时候 也正好和黑衣人擦肩而过 虽然很可疑但是他并没有多想 直到喊了半天爸爸都没人回忆 他这才意识到只怕出事 很快事故的地方就被团团围住 警方竟然查出来是意外溺亡 清风连忙说起看到的那个黑衣人 只不过他也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丧彪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然这个小孩也只能去西北 他还装模作样地抱住清风安慰 因为尹教授已死 清风只能暂时由大哥接回家 离开时丧彪还有好的准备留下电话 要大哥有什么需求就找自己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钢笔不见了 一时半会他也没想起来是哪里掉 清风站在湖边向着爸爸的灵魂发誓 一定会让凶手血债血偿 就在此时弗兰发现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根崭新的钢笔 如果是以前掉的肯定会有泥屋 而且出事之后这里就被封锁 不可能有外人进来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 不知自己是财罚千金的女孩 竟然在别人的家里做了十年双胞胎 而且姐姐弗达还是个心机girl 明明是她指使同学欺负弗兰 不仅抢走发家还将书包丢进垃圾桶 弗兰为了留在家里不准备计较 弗达却没打算这么放过妹妹 就在此时他看到妈妈经过这里 竟然直接跪在地上请求弗兰的原谅 妈妈看到这一幕连忙将女儿护在身后 她不明白小小的年纪 为什么有这么深沉的心机 昨天妈妈才得知深爱的小女儿 竟然是老公在外面的私生子 她命令弗兰吃饭不能上桌 睡觉就和保姆在杂物间 此时妈妈的心像是被刀片慢慢地划开 曾经付出了所有的爱 却没想到竟然是帮别人再带孩子 她至今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妈妈一把将弗兰推倒 其实她的心里都明白这是弗达的心 可是她又怎么可能再次伤害亲生女 刚回家她就将弗兰的衣服全部拿出来 要保姆弄得打火机拖到院子里烧掉 心机的弗达连忙从房间 拿出妈妈和弗兰的合影 她以为烧掉回忆大家就不会想念 幸好弗兰回来得及时 抢过了妈妈手里的照片 尽管双手摔得鲜血直流 但弗兰还是请求妈妈放过这些照片 也许是心里还留有对弗兰的爱 妈妈也准备留个念想 吃饭是保姆端来精心准备的糕点 却不料相亲相爱的一幕被弗达看到 她连忙将妈妈叫了过来 她一把将糕点打得吸碎 要婆婆赶紧将弗兰送回去 只不过婆婆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什么 那家人早就被她的儿子害死了 她连忙拖着儿子跑到房间商量弗兰的事情 却不料被追上的人顺听到了一切 弗兰不是老公的私生子 而是死去陈老板的遗孤 她做梦都没想到相处了三十多年的丈夫 竟然背地里是个可怕的杀人凶手 丧彪还恬不知耻地说道我是杀人犯 你们身为家人就是帮凶 不要去外面说三道四 任顺本来还想反驳一下 丧彪抄死旁边的发甜热伤死的杂象兵 千万不要怀疑她杀人灭口的心思 任顺也是个酱脾气 硬生生地喝下了一瓶农药 福达竟然将这一切怪在福兰的头上 表示都是你这个丧门心妈妈才会喝毒药 当任顺从病床上醒来 准备拥抱福兰这个好女儿 曾经福兰就是她的一切 每天只要能看到就非常幸福 当两双手即将接触到一起的时候 妈妈却如闪电般收回自己的手 她无法面对受害人的孩子 而且这个凶手还是自己的老公 福兰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此刻她也明白自己在这个家只能让妈妈伤心 婆婆在门外看到这一幕也异常心疼 其实在进医院的时候 福兰就跟奶奶说过 我会静悄悄地离开 到时候您就跟妈妈说我已经死 现在尹教授也被丧彪给害死 清风因为年纪小决定隐藏自己找出真相 也跟着大伯去了城里 福兰只能跟着保姆怕上新的争承 甚至还伪造了一份欺骗家人的死亡证明 可就算这样丧彪也没打算放过他们 派出他的看门狗黑警前来灭口 此时保姆还在给福兰买感冒药 却不料正好碰到前来寻人的黑警 他要保姆立刻将福兰交出来 黑警谎称有人报案保姆绑架了福兰 想以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人都干掉 保姆也意识到黑警只怕来者不善 连忙翻找福兰的死亡证明 包里大量的现金引起了黑警的记忆 他拿到死亡证明就基本已经完成任务 就在保姆准备离开时 黑警连忙抓住钱袋 可这个顺虚的男人哪有保姆力气 一不注意直接撞得头破血流 保姆一下子也慌了神 被黑警从楼梯上面推了下去 下面的工友听到声音连忙赶了上来 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很快家里就收到了福兰的死讯 这一回除了奶奶没人知道福兰还活着 妈妈也非常的后悔 自己不应该对福兰这么恶劣 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哥哥太疯了 昨天她才在心里默默发誓要娶妹妹回家 还没过24小时就接到了福兰的死讯 此时福兰却在宾馆里面病了三天三夜 还是老板检查房间才发现福兰 福兰不相信保姆会丢弃自己 福兰病泱泱地坐在宾馆门口等着 只要看到有点像的人就会冲上去 但每次的期待都以失败告终 老板可怜福兰拿出牛奶和面包 他可不愿意在自家门口闹出人命 福兰明白如果接受这些食物 自己就必须马上离开 于是就算是身边放满了东西 福兰都没有抬头看一眼 直到老板叫来警察 他以为是那个黑警派来的人 于是开始人生的第二次逃亡 他绝不能让妈妈知道自己还活着 福兰已经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 当看到孤儿院的牌子 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目的地 一眨眼十年过去 曾经无家可归的孩子长成了大美女 并且还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书演 本身在一家化妆店上班 业余时间则在网上经营自己的店铺 这天化妆店来了一位贵宾 并且还是敏感肌肤 店长要书演将珍藏的面膜拿出来 书演则拖着店长来到另外一间房 表示那个品牌的面膜有严重的问题 粗糙的皮肤还好说 敏感肌肤的话会马上过门 店长不幸邪认为书演在危言耸听 没有意外就马上发生意外 卫兵的脸被弄得像个鬼一样 店长竟然要员工下跪道歉 明明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过错 书演还想将真相说出来 为闺蜜打包不皮 闺蜜连忙拖着他往外面走去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连累书演 然而这个勒芙兰正是福达负责的项目 他现在迫切地想在父亲的面前表现 却没想到因此弄巧成桌 就是那个贵宾将此事捅到了网上 福达连忙将这件事推给工厂 事情闹得这么大总要有一个悲果心 厂长自然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邀请丧彪和福达去工作的地方查谈 福达趁着厂长和父亲交谈的时候 竟然将化学原料丢进了水里 厂长也是蒙圈啊 自己24小时守着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故呢 现在厂长只能恳求丧彪的原谅 毫无疑问厂长将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对象 眼前的化妆品明明含有剧毒 可这个女人却将有毒的化妆品敷在手上 很快守备就出现了红枕 她连忙拿出自己研发的产品 红枕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书颜瞬间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这天福达带着妈妈来书颜工作的地方化妆 可妈妈就在眼前书颜却不敢相认 她只敢躲起来默默观察 曾经书颜可是妈妈最爱的小女儿 任顺没有在意草根出身的书颜 甚至心里还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书颜拿出自己的产品给妈妈试用 还在肩膀上做着小时候的按摩 这个手法让她想起了死去的腐烂 不知不觉妈妈竟然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经过书颜一番鬼斧神功的操纵 任顺的脸变得更加的透明光亮 她非常满意书颜的产品 父亲买了很多面膜 还指定书颜做私人副理师 其实人顺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家里变得有钱但学识跟不上 常常遭受父太太的冷言冷语 回到家也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 最离谱的是经常将芙兰和芙达混淆 芙达没想到妹妹死去了这么多年 还阴魂不散地缠着妈妈不放 她是多么想获得妈妈的爱 可就算芙兰不是亲生的 就算是死去了十多年 妈妈的心里依旧只有芙兰 这天她意外听到妈妈说 书颜的产品竟然可以中和自己的产品 连忙偷偷地拿了几包 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面 并且还放在手上试用 果然跟妈妈描述的一模一样 就在此时 丧彪准备批拔自己的儿子 从而分化芙达手里的权利 她连忙提出自己 已经研究出进阶产品 可以百分百地替换市场上面的残次品 但奇怪的是 这个项目创意总监都不知道 而且包装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就连最基本的成分都没有 丧彪不想知道 这其中有什么不识 她看中的失利意识结果 要福达立刻开始批量生产 即日替换那些残次品 清风不敢相信福达 可以自己研究出这些东西 毕竟前面那个残次品 这个废物就研究了大半年 就连哥哥泰风也是同样的泰人 现在只要福达拿出成分和调配笔 他们就会无条件支持福达 面对大家的逼问福达只能说出实情 清风不愿做偷盗的小人 决定在创意园这里获得授权就开始生产 很快他就来到了书颜打工的地方 清风友好的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书颜拿起名片思绪瞬间回到小时候 那个小胖子竟然变成了一个大帅哥 书颜直接拒绝了清风的提议 他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 勾起自己那些伤心的回忆 却不料在离开的时候 清风正好看到曾经送给福达的钥匙口 他认为书颜就是福达 书颜直接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并且表示自己不是江福达 其实清风当年离开以后 在学校读了几年就回到了丧彪的公司 他一方面要调查父亲的死因 另一方面则是放心不下福达 这几年他都已经放弃寻找了 当回去丧彪就冲了进来 责备他们应该偷偷禁止 只要成功谁又会在乎失败者的乡 两个郁闷的男人只能跑到天台喝闷酒 这种强盗逻辑他们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闲聊时两人又难免想起死去的福达 清风瞬间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提姓氏 书颜又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当他跑到化妆店 正好看到店长在殴打书颜 清风连忙出手阻止 一回头看到书颜的心性胎记 他也意识到书颜百分百就是福兰 他连忙冲上去一把抱住书颜 清风这一回绝对不会放开自己的双手 并且表示会在外面一直等到书颜下来 书颜看着手上的指南针 心里犹豫到底要不要和清风相认 他最终还是决定拒绝清风的追求 清风默默地跟在书颜的后面 诉说着多年来的懊悔 并且保证如果你不愿意暴露身份 我会一辈子帮你隐瞒 清风没有因为拒绝而放弃 这也许是他挽回书颜最后的机会 两人的距离虽然很近 但感觉似乎很远 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最终还是书颜不忍让清风痛苦 停住了离开的脚步 清风非常时趣地抱住书颜 两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果然死缠烂打的人才能得到真爱 书颜不能再次出现让家人受伤 更加不能让养母为了自己再次寻死 清风听着书颜这些年的经历 心里感到莫名的揪心 他保证以后不会再让书颜受苦 书颜也总算是有了一点点依靠 然而最不想什么就来什么了 次日仁顺要去参加新闻采访 要司机来邀请书颜去家里化妆 他来不及拒绝就被拖到了大别义 奶奶火眼惊心一眼就看出书颜似曾相识 只不过十多年过去 她也没想起来是谁 化妆时书颜竟然发现了小时候的照片 只不过嘴硬的仁顺表示 这是别人家已经过世的孩子 但眼中的惋惜还是出漫了 毕竟当初只有芙兰才给了她想要的温柔 虽然是女儿但更像是个美丽的天使 刚忙完采访了事情 书颜看到这家人又在祭祀别人 而且还是在自己生日的这点 奶奶还是觉得书颜似曾相识 缠着她问是不是在这里住过 人生实在是看不下去以为婆婆老 要书颜赶紧离开这个老人脑子有问题 此时丧彪在祭祀时想起了事发的时候 当初她也是受到别人的唆使 去陈老板的房间里偷美白肌肤的配方 正好碰到陈老板为家接资料 这才不得已通下杀手 现在丧彪的生意越做越大 对于当初的事情她只有庆幸没有厚衡 佛婆突然一把将芙兰的生日蛋糕打烂 认为就是这个祸害弄的儿媳神志不清 人顺怒火直冲天灵干 满身酒气地开始撒泼 她无法接受自己生孩子的时候 老公却在别人的家里行凶 而且还偷偷默默地祭祀了这么多年 然而就在他们疯狂争吵的时候 书颜已经来到了门口 刚出去太过匆忙忘记拿手机 现在回来却没想到听到了这么一出好戏 养父母祭拜多年的人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巨大的落差使得书颜有些无法接受 她以为自己的母亲还一直活着 保存着唯一的信念坚持到今天 现在书颜才明白这世上已经没有亲缘 兴风害怕书颜会做傻事 连忙拿出买好的手链 保证我会成为你的指南针 会一直守护着你前进的方向 次日人顺将书颜丢失的手机还了魂 还热情地邀请书颜一起去共进舞台 两人坐在一起书颜又再次提起昨晚的事情 这一回人顺没有隐瞒 正说到关键时候福达突然闯进来 刚刚说的话他也正好听到 既然福兰是别人的孩子 那当初妈妈为了别人的孩子自杀实在太奇怪 而且丧彪也并没有出国 任顺迟迟迟不愿说出理由 这使得福达也开始埋怨自己的母亲 书颜此时也明白父母的死并不简单 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原因 不然任顺不可能会表现得这么慌张 书颜亲切地为任顺寄好丝巾 使得任顺放松了警惕 啊 这就是母亲的原因 这怎么回事呢 仁顺意识到说错话连忙改口 只不过这撇脚的理由 让书颜闻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随后他跟清风来到父母的目的 书颜非常后悔现在才来看自己的父母 眼泪又再次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听着书颜诉说最近祭拜的事情 他觉得那个家里肯定有他们不知道的秘密 而且这个秘密还牵扯到了他的父亲 毕竟他的父亲就是调查书颜的爸妈而死 书颜决定重新回到曾经居住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找到那些想要的秘密 他亲切地将康乃馨送给任顺 康乃馨的花语是母亲我爱你 适合送给家里的长辈 然而奶奶仍旧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书颜在解释花语的时候 奶奶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语气 而且不管是身材还是样貌 都有种重合的感觉 趁着任顺离开的时候 他一把扯过书颜的衣服 如果有星星胎记书颜就是扶来 肯定是回来复仇 可结果却令奶奶没有想到 书颜的肩膀上并没有小时候的星星胎记 原来是书颜在来的时候 用化妆品遮住了星星胎记 这种结果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然而他并没有说奶奶的闲话 而是表示刚才是自己摔倒奶奶帮扶了一下 远顺一看就知道是推脱的言辞 连忙去楼上帮书颜拿衣服 可他拿谁的不好偏偏拿福达呢 导致福达刚回家就看到自己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 对妈妈本就不满的他感到自己又再次被忽视 两人在房间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书颜则在外面听到了一个爆炸新闻 那就是自己的死竟然让养母有负罪的 可当初明明是自己自愿离开的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原因 等送走书颜以后 奶奶又再次嘱咐儿媳 以后不要和书颜来往 还没等奶奶说完人顺就连忙拒绝 书颜给他一种扶兰的感觉 似乎只要书颜在身边他就感到非常舒心 此时书颜已经在清风这里拿到了当初出事的新闻 新闻上面明确的指明书颜是在火灾中降生 一对年轻夫妇意外葬身火海 对于救他的人责之字未谈 重点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就是那个黑警 同时还和丧彪非常的亲密 他瞬间明白清风爸爸的死亡 也很可能是这个黑警造的假 而且勒芙兰竟然是书颜爸爸的公司 现在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丧彪的地盘 他必须进去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夺混 次日书颜就获得了一个天赐的机会 勒芙兰竟然盗用书颜的配方即将上市 很快他就来到了公司楼下 太风奉劝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只要你赶在这里示威马上就会被保安抓到 书颜希望太风可以带自己进去就好 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 对于这种事情书颜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 不仅有每种材料的研究过程 还有勒芙兰以前的黑历史 当然这些篓子都是福达投出来的 再加上真正的核心配方在书颜的首位 他完全是有失误 如果再闹出什么过敏事件 这个公司基本上也就到头了 丧彪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欣赏书颜的所作所为 真挚地邀请书颜来勒芙兰上班 职位随便选公司随便 只要能带领这个公司前进就行 就像当初他喜欢福兰一样 他有一种很奇怪的错觉书颜可以干大事 不像自己的草包女儿一样 每天只知道勾心斗角 书颜当然是直接拒绝这个提议 并告诉他自己已经在五八同城上找了份工夫 他还想依靠这个官司把公司抢负人 只不过他很快就会改变内心的想法 次日他回到当初的孤儿院做一工时 正好碰到了失散多年的保姆 不腻 书颜想不通保姆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当初离开的时候保姆已经拿到大把钱 准备抚养扶兰一辈子 只不过在买药的路上正好碰到黑警 虽然侥幸逃过一命 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星期后 当保姆回到旅馆书颜早已不见 此时书颜才明白只是误会异常 自己还怨恨保姆这么多年真是不应该 当年离开的时候明明只有奶奶知道 丧彪和养母究竟是如何得知的他们不清楚 现在只有打进他们的内部才行 不然永远都不会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以后不管怎么样书颜决定踏入这个漩涡 小男孩本想起床尿尿 竟然看到父亲在别人家纵火 巨大的冲击给小孩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每次只要看到火焰就会想到恶魔般的父亲 而且还会时常控制不住情绪 丧彪为了让儿子闭嘴 竟然将太风送到精神病医院 甚至还要医生注射置换的药剂 想让儿子忘记那可怕的一幕 手术非常成功 太风在国外摆烂了十多年 丧彪非常不满儿子这些年的表现 于是留下遗嘱 如果太风不愿意接受政治联姻 不仅不会分到丧彪死后的一毛钱 而且之前用过的钱也要被追回 无奈的太风只能假模假样地去相亲 刚见面就直接表明态度 我们都是按部就班的交作业别太认真 到时候麻烦说下是你看不上我 太风直率的态度不仅没有使得对方反感 反而引起了祖儿的兴趣 他连忙向妈妈报告自己遇到一个不错的人 也许可以托付终身 然而当我看清正脸的时候 这个女人竟然是当初死掉的雨溪 现在她已经成为了一集团的主人 只不过暂时忘记了那段痛苦的记忆 次日太风去餐馆拿快餐 竟然碰到了失踪的纯英姐 她心想既然纯英没死的话 那弗兰肯定还活着 纯英肯定地表示弗兰已经死了 并且还要太风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肯定会被马大根给弄死 只不过纯英的表情还是出漫了 太风非常的肯定弗兰并没有死 这边没有办法她只能找马大根 弗兰的死一直是她心中的痛 但马大根也不是吃素的 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太风气不过直接将她丢了出去 在桌上看到一本关于父亲的尾扩账目 只不过还没看两页就被马大根给抢了过去 她想起出事时家里每个人的反应 妈妈非常的着急应该不是 奶奶体现得有点慌张嫌疑很大 爸爸那可怕的眼神也很可怜 一时间让太风有些无法抉择 她只能找到好友清风诉说 当然书颜也紧紧地跟在一起 她和清风的关系基本已经确定 现在如果要找出家里的幕后知识 就只能重新回到马大根那里拿回账目 于是三人一商议开始分头行事 太风负责拖着即将回家的马大根 其他人则在外面刮花她的爱车 这样就使得马大根要先处理交通事故 可令人气愤的是账本被锁在了抽屉 太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弄开 书颜直接拿着一把大锤头上场 卡卡几下就把锁砸的锡子 很快他们便找到了需要的东西 却不料马大根也处理好交通事故即将进门 书颜趁其不被连忙冲出去 马大根还想去追 太风直接将她给扛起来 狠狠地丢到旁边的桌子上 他们没有拿着这个东西去找警察 因为账本上只是记录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清风和太风要的就是创造一个连锁反应 想看看这个家里谁是鬼谁是人 丧彪表面上气愤不以心理则慌的一批 连忙叫马大根过来当面对峙 他装模作样地要马大根承认 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马大根也吃准了他们没有证据 刚准备揽下一切的过从 黑锦下的嘴巴可以塞个五金榴莲 还不等他反驳丧彪就出言阻止 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弗兰是否还活着 亲切地问候让淳英有些毛骨悚 连忙表示弗兰早已死于车祸 当初的死亡证明也被马大根给抢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出现 都是因为马大根说过 他就是受这个家里的某个人指使 丧彪连忙抓着马大根大骂 暗示要他承担所有的罪得 太风和清风准备送他去警局 丧彪当然是不可能同意 以家丑不可外扬的理由拒绝了所有人的提议 并且保证自己会惩治这个废物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让丧彪和马大根产生间隙 从而暴露出更多的马脚 此时太风已经找到祖儿记者 现在淳英已经死而复生 那当初只有死亡证明的弗兰很可能没有死 他委托对方发动自己的关系帮帮忙 暗恋太风的祖儿自然是非常愿意 只不过刚回家 太风又听到家人在议论弗兰 他不明白弗兰到底犯了什么死罪 家里人都想要他死 弗达最看不惯哥哥这个样子 只要对弗兰好的人他都要摧毁 就在弗达要说出弗兰不是你妹妹的时候 妈妈连忙冲上去哭吃一个大嘴 然而这并没有让弗达毙子 而是告诉哥哥弗兰不是私生子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 为了确认事情的真伪 太风又找到父亲 丧彪明确地告诉他是真的 以后不要为了弗兰的事情犯傻 多年的信念被推毁 太风怒火冲天地跛门而出 开着跑车漫无目的地在路上狂飙 油门渐渐地踩到底 一时间没有注意来往车辆 导致太风发生了严重的车瘩 当奶奶和妈妈赶到医院 太风已经命悬引起 几人哭了半天 太风才从旁边的病床上 向他们打招呼 一时间落差太大 让他们有些目瞪口呆 得知消息的舒颜连忙赶到医院 却不小心听到关于火灾的事情 只不过话还没说完 就被大嘴而把断 丧彪要儿子管好自己的嘴 不然迎接他的就是无故消失 趁着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 舒颜连忙问起刚才火灾的事情 但太风并不愿意多谈 毕竟说到底舒颜只是个外人 如果是妹妹芙兰 芙兰就肯定会拖盘而出 妹妹芙达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医院 房间里空无一人只剩下太风的手机 此时正好佐尔打来电话 她已经调查到芙兰的蛛丝马迹 芙达要佐尔将资料发过来 转头便将东西乘给了丧彪 资料上显示芙兰车祸的那年 并没有交通事故 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孤儿院生物 丧彪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任何发现 在离开时却正好碰到舒颜回家 她连忙躲在帆布后面 直到丧彪离开她才赶出来 幸好刚才院长并没有暴露舒颜的身份 她连忙要院长帮忙隐瞒 为了取得对方的幸运 还将自己的故事说了出来 就在此时佐尔找上了太风 她提供了芙兰没死的消息 竟然对方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太风则是一脸的蒙圈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得知她将消息告诉了福达 她来不及说感谢的话 连忙赶往孤儿院 正好在孤儿院碰到了舒颜 答案也在此刻呼之欲出 舒颜很可能就是死去的福恩 院长却说这是自己的女儿 她还拿出十多年前的照片为证 很明显这长相跟芙兰完全搭不上 太风只能带着希望而来 带着失望而去 院长也感到非常惋惜 如果刚才太风比丧彪先来的话 她也许就说出了芙兰的身份 毕竟丧彪的眼中只有侵犯和战役 太风的眼中则只有关切和怀念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只不过就算这样舒颜也不能说出真相 自己还背负着血海深仇 次日丧彪越想越不对劲 觉得那个院长的表情明明有所隐藏 这些话正好被门外的舒颜听到 她绝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受伤 于是找到淳英姐姐准备做一场戏 随后淳英主动拿着好吃的东西 找到桑彪讲 她要向大家坦白芙兰的事情 淳英带大家来到骨灰堂 这里摆放着院长死去女儿的骨灰 只不过现在改名换姓成为了芙兰 养母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认为这就是淳英在作秀 她对天发誓说谎就天打五雷呼 养母亲切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芙兰一直都是她最爱的女 只不过中间有太多的挫折 致使这对母亲走向了对立面 心机的福达还给哥哥打去电话 想让泰风知道消息后发狂 到时候乐芙兰就是自己的忙中之物 等所有人走后书颜给小女孩 送上花朵表示本心 殊不知她马上就会因为 这个举动暴露身份 泰风火尽火了地感到骨灰堂 不敢相信芙兰就这么死掉 一抬头竟然看到一朵熟悉的话 当初芙兰也是这样摆放 泰风瞬间意识到芙兰只怕是钢子 她连忙追出去正好看到离开的书颜 芙兰的身影慢慢地重合在一起 此时此刻她才知道 自己苦苦追寻的人就在自己身边 只不过书颜并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份 泰风也瞬间明白芙兰肯定有什么难言之意 只能无奈接受这样的结果 现在芙兰活得好好的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 丧彪此时也收到了芙兰带来的消息 芙兰的死让她彻底放下了戒心 现在天下太平她决定放弃儿子的婚事 毕竟每天面对一个自己害死过的亲家还是有点可怕 此时祖儿却向妈妈表露自己的心意 这辈子飞太风不嫁没有就会活不下去 妈妈只能向任顺等去电话 问问他们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任顺听到毁婚的消息非常诧异 两人约定明天好好地谈谈 次日她便早早赶到了集团 正思绪万千的时候 郑木炎一个回头直接让她僵在了原地 任顺吓得连连后退 以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鬼怪 幸好服务员拿来一碗水 才让这个女人暂时地清醒 好好的亲家见面会就只能不花而散 她神神叨叨地跑回家将此事告诉婆婆 婆婆连忙将儿媳的嘴巴捂住 家里还有保姆可千万不能让她听懂 她没想到婆婆早就已经得知一切 所以才这么狠心地反对孙子的婚事 只不过淳音在墙角听到了一切 还将这件事告诉了舒颜 对于妈妈的死一只都是一个谜 现在也总算是有一点点线索 此时人顺却越想越情 所有人都知道就瞒着自己 并且丈夫还多次和郑木炎交往 她一分钟都等不下去要去捉捡 此时丧彪还在安抚郑木炎的情绪 她害怕仁顺说出自己杀人的事情 使得对方产生反感 却不料刚出门就被妻子揪住衣领 丧彪吓得差点原地去世 对于仁顺的无理取闹 她决定用冷处理的方式解决 仁顺可没打算这么结束 她一定要长得像隐熙的女人付出代价 只不过身为财阀的郑木炎 哪里是她能对付 话还没说完就被保安拖了出去 仁顺现在是一肚子气没触撒 就在准备和弟弟发下牢骚的时候 没想到郑木炎的女儿祖儿也在此地 她直接将祖儿赶了出去 并且还用声言泼向祖儿 大骂他们一家人都不知廉耻 就知道祸害别人家的男人 这一幕正好被书彦看到 她又想起自己的小时候 养母也是同样地对待自己 随后太风将祖儿带到餐厅 就算是这样了 祖儿竟然还不想放弃太风 她什么都不在 只要和太风在一起 不得不说恋爱恼可怕地让人发指 太风表示自己已经有心爱的人 不会在这个时候再次动摇 爱情和身体的双重打击 此时祖儿只想喝酒买醉到天亮 书彦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担心 其实他们的妈妈就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两个人是没有血缘的姐妹 听着祖儿的诉说 她发现太风喜欢的很可能就是自己 书彦间接地认为是自己的原因 好心地将祖儿送回家 一回头竟然看到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祖儿此时还不太亲自 正准备介绍妈妈给书彦认识 结果一不小心直接吐了她一身 郑木炎连忙将自己的女儿推开 拿起纸巾去帮书彦擦拭 竟然看到一个星星太近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 她再次看向书彦似乎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趁着郑木炎去整理女儿的时候 书彦拿出妈妈的照片和郑木炎对比 不比不知道一比下一条 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她连忙提出想看看祖儿小时候的照片 没想到郑木炎还真硬 这一下书彦也算是彻底死心了 认为郑木炎只是和妈妈长得很像 对于郑木炎来说书彦让她感到非常亲切 表示如果需要帮助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次日书彦就开始疏远太风 她不想因为自己弄得别人不开心 此时太风突然接到马大根的消息 连忙按照指示来到目的地 她揪着马大根的衣服质问 究竟是谁要杀弗兰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当再次看到书彦她已经没脸面对 这个不幸的消息也只能告诉清风 很快书彦就得知养父当年要杀自己 她迫切地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得丧彪的幸运 很快机会就再次摆在书彦的面前 丧彪为了推进化妆品事业的发展 决定举办一场竞品大赛 由福达和书彦两个组各自出一个产品 最好的那个将会晋升公司高层 书彦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 于是将任顺约出来打探消息 任顺由于没有学识 一直都被傅太太看不起 现在又因为郑慕彦的事情搞得鸡飞狗跳 她将所有的苦水都向书彦吐了出来 就像是书彦能给她一种安全感 殊不知眼前的人正是她最爱的小女儿浮烂 书彦也得知了一些重要消息 丧彪的心里一直都有允熙的位置 现在更是对郑慕彦情有独钟 任顺也是对允熙害怕的紧 只不过这其中的缘由不得而知 她的心中已经有了下一步技步 次日便是化妆品对决大赛 福达邀请的是当红明星小杨姐 书彦邀请的则是郑慕彦 丧彪一家的表情在这一刻变得僵硬 本来昨天郑慕彦是不愿意来 但在离开的时候 书彦的照片不小心掉了下来 郑慕彦看着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 她意识到为什么丧彪一家这么反感 她也迫切地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婆婆吓得直接跑出会场 婆婆连忙拉着儿戏开始逃命 这也导致福达丧失了两大助力 只不过福达早就给丧彪打了强心计 如果不让她夺冠 就会爆出当年她做的事情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都是一样的毒辣 就在丧彪宣布福达获胜的时候 太风终于调整好心态走了进来 她作为集团的股东自然有投票的权利 郑慕彦也买通了公司股东 这也导致丧彪欺负难下 现在书彦的票已经超过半数 毫无疑问福达又再次败在妹妹的脚下 只不过丧彪不由地怀疑书彦的身份 好巧不巧为什么就邀请到郑慕彦了呢 书彦解释到透过太风认识的组议记者 中间发生一些事情结识了郑慕彦 再加上郑慕彦不仅是财阀而且气质也贼 一时间丧彪也被对得无法可说 他竟然想在丧彪的头上动动 丧彪可不管是不是女儿 他现在只想知道究竟是谁的主 福达刚刚嚣张的气焰全无 只能跪在地上恳求负起的原谅 这边刚完事福达就抓着哥哥养了钱 要不是太风从中作梗胜出的肯定是自己 再加上允熙的出面才让局面失控 为了把这个家族继承人倒垮 他竟然告诉哥哥郑慕彦和福兰的亲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太风这才意识到福兰很可能是回来复仇了 连忙快马加鞭的赶为家 正好看到福兰在遭受母亲的殴打 人生想不通明明自己已经说过不喜欢郑慕彦 舒颜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邀请他 幸好太风回来及时才避免舒颜遭受更多的伤害 丧彪气不过正准备好好教训人 只不过转头一想自己没有接班人打死可咋办 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 太风看着舒颜受伤的脸一长心疼 舒颜正准备拒绝却不料被太风一把拉入怀中 不打准备了一场隆重的求婚仪式 想以此来获得清风的心 然而此时的清风没有惊喜只有惊想 这么多年他一直将复旦当做妹妹 再加上清风早已经爱上舒颜 怎么都不可能答应福达的求婚 一场好好的求亲盛宴就此成为笑 福达紧紧抱住清风不愿放弃 清风只能告诉福达已经有了欣赏 并且在几个月后就会结婚 他连忙回到家里想获得父亲的同意 毕竟当初清风可是自己家资助他读书的 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丧彪可是亲手将清风的爸爸杀死 又怎么可能会同意让女儿娶一个杀父仇人进门 更不幸的是次日清风官宣了和舒颜的恋情 福达的脸色慢慢地变得争灵情 扬言如果舒颜不放弃清风 就会让他死得非常难堪 舒颜也不是吃素地要他有招就放过来 随后福达偷偷地跑到清风的办公室 竟然给他发现一枚鹅蛋大的钻截 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这肯定是送给舒颜 他直接戴在自己的手上 这甜不知识的模样简直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清风看到这一幕也是无语 要他喜欢就带着 等会我再去买一个石头大的 气得福达差点大姨妈爆发 晚上的公司聚会他就开始发难 随便找个借口便淋了舒颜一个透心凉 舒颜拿起水杯正准备反击 福达却害怕地像个熊猫躲了紧 由此可见这就是个气远怕硬的废物 舒颜也不想和这个曾经的姐姐计较 福达又开始不依不饶地缠了上岸 还恶狠狠地扇了舒颜一个大嘴 他非常地了解清风 只要自己以死相比欧巴肯定会妥协 舒颜也发誓不再念姐妹情谊 两姐妹的战争也由此刻真正开始 福达刚回家就拖着妈妈回房 拿出大把的维生素开始吞吐 当年他记得妈妈就是吃这个东西住院 今天其实也是舒颜的求婚日 他还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清风欧巴 清风已经准备好一切 就在走进旅馆的时候意外接到仁顺的电话 福达已经吃维生素住进了医院 仁顺生情并茂地描述自己女儿有多么的爱 现在更是寻死来寻求心中的安慰 如果你还有良心就应该知道怎么做 舒颜则在旅馆等到天黑都没看到人 当得知福达已经吃维生素住院 他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妈妈自杀的场景 连忙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 然而他的好心并没有得到福达的原谅 他就是要舒颜生活在痛苦与自责中 得不到就要毁力 完完全全地像是一条疯狗 就连妈妈都有些怕了 人顺紧紧紧地握住舒颜的手 恳求舒颜可以放弃清风 还说起曾经疼爱的那个小孩 导致忽视了福达的成长 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殊不知眼前的人正是他曾经的孩子 往事一幕幕划过心头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害得家人死去 随后舒颜便找到清风 表示他不想因为自己导致别人受伤 这样不仅是对福达对大家都好 不管清风如何地挽留他 还是说出了那几个 很快他又接到福达即将自杀的电话 这一回清风直接表明心意 自己爱的是舒颜 就算你得到我的身体也没有 福达眼见硬地不行直接打开窗户 如果清风不留下 他就从这里跳下去 不得不说福达很会抓住人心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男人的决心 这样的女人只让清风感到毛补锁 再多看一眼都觉得可怕 就连人顺都不准备配合女 可他拿着这个福达也是没有办法 就这么一个女儿不帮他帮谁呢 次日又找到舒颜想探寻一些情况 舒颜能做的就是和清风分手 但要他主动离开公司门都没有 他还想调查父母的死因 此时清风为了让福达放过自己 竟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福达则要他放弃这样的想法 就算是你死掉 我也要将尸体留在身边 他连忙拖着清风来到父亲这里 想以此来确定结婚的日期 丧彪拿着这个女儿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把清风调到美国的分公司 过一段时间等家族联姻福达嫁过去就好 当福达听到这个消息简直要发狂 刚回家就找到妈妈 准备再演一出戏给丧彪看 却不料这一幕正好被婆婆听到 他不想自己的孙子拿生命开玩笑 要他们适可而止 纯英在旁边听到这个消息 连忙打电话告诉舒颜 舒颜在清风离开的最后几秒 终于把对方拦了下来 福达疯疯癫癫地再次找到舒颜 想要知道清风到底有没有离开 福达又找到清风想做最后的挽留 清风却要他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从此末路永不相近 就连亲生哥哥都不想和他多话 桑彪也要他签下放弃家族的继承权 如果下次再犯就会被赶出公司 妈妈还想求老公网开一面 没想到也被桑彪停掉所有信用卡 简直就是货不担心 福达看着两人恩爱爱的样子 心里的极度使他彻底疯狂 正好舒颜要去仓库点一下存货 就在他走进冷库的一瞬间 车门防缓地开始关闭 福达还将大门上好大锁 不顾舒颜疯狂地呼喊 把温度调至零下十几度 舒颜喊了几句就只能缩在角落摩擦发热 此时清风还在婚纱店等待着新娘 窗帘打开的那一瞬间 舒颜竟然变成了福达 人虽然很美但心肠太过恶阻 清风也震惊地有些说不出话 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的女人在哪 而不是在这里听福达的废话 幸好此时同事说舒颜去查货 很久都没有回 太风这才意识到只怕凶多吉省 连忙赶到车库疯狂地呼喊舒颜的名字 舒颜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发出一点声音变昏了过去 太风拿起灭火气就开始砸 尽管手掌已经鲜血直流 他也没有丝毫放弃 在舒颜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太风终于将他救了出来 很快清风便赶到了医院 太风看着这恩爱的一幕心里不是滋味 其实他在小时候就爱上了舒颜 只不过这份爱注定只能藏在心中 几人简单地交谈过后 得知福达竟然代替舒颜去过婚纱店 这个凶手在明显不过 可当舒颜要去查监控的时候 负责人却表示那一段时间正好出现了问题 然而这并没有难倒舒颜 因为车子的突然降温 导致存在冷酷的化妆品全部爆 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东西交单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丧彪多快气的脑膜炎爆发 连忙叫保安组组长前来对治 究竟是谁这么可恶将监控给删除了 直到此时此刻福达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丧彪非常讨厌女儿为什么不将事情做得完美 每次都要他帮忙善后 太风看到父亲的态度非常气负 现在不应该先把福达送到监狱吗 丧彪没有管这个废物儿子 而是要女儿去善后 然而这个善后就是全体加班 同事们都怨声在道 舒颜则在刚才的保安那里拿到了监控援警 他要福达夹着尾巴做人 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会让你进监狱 转头书言便将视频交给了丧彪 美约其名是保护公司的颜面 其实他就是想成为丧彪的心腹 同而探寻自己父母死因的踪迹 此时福达还在想苦思冥想父亲的弱点 突然想起马大根说不会长血淋淋的事情 福达连忙联系马大根 他愿意出大把钱买下这个消息 只要丧彪杀人的事情属实就行 然而马大根却要当面告诉福达 没见到钱他可不愿意这么轻松地答应 女人明明身价千亿却还要谋夺父亲的公司 他还准备大把钱准备买下父亲杀人的证据 哪知座位上坐的正是丧彪 马大根深知丧彪的可怕 怎么可能会轻易背叛自己的主子 如果福达不是他的女儿只怕已经灰飞烟灭了 福达连忙跪在地上保证不会说出任何秘密 只求父亲可以高抬跪手放自己一马 丧彪皮笑肉不笑地擦掉女儿失去的眼泪 他要女儿放心我只做该做的事情 这毛补悚然的笑容简直让人心脏抽搐 次日保安就开始收拾福达的东西 要将这个蛛虫赶出公司 他恳求清风和哥哥去说说好话 两人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风雨 舒颜则可怜姐姐的待遇 要他们将福达放开 然而福达的作死之旅还没有结束 此时妈妈还在家里花梅 福达突然闯进来 导致任顺来了一个鬼话夫 他恳求妈妈可以说出丧彪的弱点 很可能下一秒自己就会从这个家被趕出去 眼见妈妈不同意他又要去寻死 上次自杀事件任顺就看不惯云 没想到他又故技重施 人生要他死就死远一点 别在家里弄脏地 像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怎么可能会轻易寻死 福达将最后一根稻草 留在了马大根的办公室 他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点线索 只不过丧彪非常理解女儿的德行 早就嘱咐好马大根在外面蹲守 福达也成功地把自己做进了精神病医院 并且还被关在储物间度过了七七四十九天 孤独与仇恨没有令他觉醒 而是将这一切全都怪在爸爸和舒颜的身上 放出来的第一天就跪在父亲面前 不仅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保证自己会是一条听话的小狗 只不过口说无凭 丧彪拿出随身携带的录音笔 要福达将刚才的话录进去 如果下次再犯错就不会这么轻易结束了 丧彪弄了半天都没有打开 不由地怀念起十年前意外丢掉的钢笔 福达瞬间意识到自己表现的机会道 次日便在外网购置了一根录音钢笔 和丧彪十年前丢失的一模一样 殊不知这根笔马上就会揭露出十年前的一个真相 次日开会时丧彪故意拿出钢笔录音 想向大家展示一波兵不厌诈 舒颜和清风则是一脸的错愕 刚结束会议他们就回家疯狂翻找 清风爸爸死的时候唯一的证据就是一只钢笔 此时这个凶手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每天和蔼可亲的丧彪无疑 当清风按下录音笔的时候 里面却没有任何声音 他们意识到肯定是钢笔坏了 但一时间维修店也没有配件 维修师傅要他们过几天来拿 殊不知他们这一路都被人跟踪 很快录音笔就被修好 只不过里面却没有任何声音 原来是福达上班的时候 偷听到清风和舒颜在维修钢笔 他跟踪两人并且花大钱买下了录音 可就在打开录音的时候 太风突然闯了进来 福达虽然成功地将哥哥赶了出去 太风却意识到妹妹很可能又在做坏事 再加上福达和清风几人都在讨论钢笔时 他连忙找到清风想要知道缘由 清风在太风的逼问下终于说出实情 这只钢笔就是在他父亲死亡的旁边 百分之百是凶手不小心留下 却不料这一切都被福达听到 几人不约而同的兵分三路 太风去维修店调查 福达则回去找那份录音 清风和舒颜则来到马大根镇 准备来个引蛇出洞 故意说起十年前的凶杀案 最近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 择日即可去警局申请重新调查 马大根马不停蹄地跑到丧彪镇 将清风刚才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 丧彪的内心慌得一批 折服多年的老虎也准备再次出手 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清风的家里 寻找所谓的证据 这一幕也正好被清风和舒颜监控了 身价千亿的女人即将领土 丈夫却躺在旁边一动不动 女人生完孩子才发现丈夫早已经断气 孩子也被帮拥带回家做了自己的孩子 芸汐则在丧彪的追杀下捡回一条命 被好心人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心里总有一股执念似乎有一件事在等 这天在医院意外看到一份关于自己的报纸 芸汐想起了一部分的事情 不不严寒的天气神圣叨叨地要去寻找自己的孩子 就在捡小心铃铛的时候 一辆豪车突然出现 芸汐因承受不住惊吓昏了过去 富豪好心将女人带回家 她竟然将富豪的孩子当成自己 正好富豪的妻子也刚当离世 芸汐不仅失意漂亮还非常有母爱 富豪不由地生起了一种站为己有的想法 芸汐熬死富豪便继承了千亿家长 一直都将祖儿当成自己的亲生女 直到这天在马路上意外摔倒 才想起曾经的那些往事 她跟随着记忆来到曾经居住的地方 这里有一份天山花的研究方案 只要得到这个东西 就可以让一个公司走向巅峰 却不料在路口正好碰到回家的丧彪 幸好跑得够快丧彪只是闻到气味 芸汐连忙跑进一间仓库 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 丧彪那凶狠的嘴脸变得异常清晰 她缓缓地走向布满蜘蛛网的信号箱 终于找到了丈夫研究的天山花资料 此时丧彪也闻着气味来到了门外 又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获奖 她缓缓地走向允熙所在的位置 关键时候施工队伍赶到了这里 要她立刻出去布燃楼 她现了可没人管 允熙也因此逃过一命 当再次看到舒颜 眼泪渐渐湿润眼眶 她非常确信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女 猛然抬头竟然看到丧彪的狗腿 她连忙拖着女儿回到办公室 但转头一想如果告诉舒颜实情 丧彪肯定不会放过女 不如等到彻底摧毁丧彪再说说 舒颜也因此错过了和母亲相认的机会 此时福达也找到了爸爸犯罪的陆英 他本想恳求清风一起向父亲报复 唯一的条件就是成为福达的男人 但清风看到福达就说不出的恶心 福达无法接受这样的限制 也由此令爱生恨 将当初的陆英交给了父亲 还说出了清风的所有计划 唯一的条件就是让福达重回公司 并且还要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理 清风也即将面临最严重的惩罚 此时清风为了让丧彪受到应有的报应 带着诚意来到了郑木岩这里 他希望在公司周年庆的时候 郑木岩可以帮助他一举击垮丧彪 然而这一切在郑木岩看来太过危险 而且仅凭一份录音根本无法定丧彪的罪 他表明自己就是死去的徐亦熙 要清风将证据都交给他来处理 清风也觉得自己处理得太过仓促 准备回去要舒颜取消行动 此时舒颜已经在会场准备好了一切 清风突然打来电话要他出来见面 就在过马路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一闪而过 清风被匕首戳了个透心凉 他的生命也即将步入道际时 清风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 心脏像是沉入浮底永无出头之日 到嘴边的话也没来得及说 沉沉地倒了下去 舒颜抱着清风久久不愿放手 经过医生的诊断 清风早就已经魂归西天 舒颜犹如一个行尸走肉 满身鲜血地步入公司的周年庆 女人精心设计了一场复仇计划 巨大的射灯箱也即将砸在仇人的脑袋上 她竟然疯狂地跑过去推开丧彪 自己被砸得不省人时 很快舒颜就被送到医院 似乎她就是一个天煞孤星 刚出生就克死了自己的父母 这不刚准备结婚又克死了自己的未婚夫 隐藏身份的郑母言 轻轻地握住女儿的手 祈祷舒颜可以快快醒来 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就是亲生母亲 故意会仁顺也赶到了这里 只不过她不是来看望舒颜 而是要儿子赶紧回家别来烫浑水 甚至已经开始打算让儿子继承舒颜的位置 这母言实在是听不下去 再好的脾气也无法忍受别人这么说自己的女 更何况两家人早就已经是水火不容 幸好有太风阻止仁顺的下一步行动 不然还会被狠狠地羞辱一份 等他们走后福达又偷偷地来到了这里 这个丑女人害死喜欢的男人还不够 还准备将舒颜害死 就在拉开氧气罩的时候 舒颜竟然醒了过来 福达瞬间就吓得魂不守舍 舒颜此刻只想知道清风是否还活着 她表示从火化再到奉藏都是我一手所为 清风就算是死也只能是我的鬼 果然爱情令福达已经彻底疯了 她趁着舒颜大喘气的时候匆忙离 随后舒颜来到灵堂前 始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 曾经可是说好一起到白头 结果清风却背着所有人偷偷离开 所有人都不明白舒颜为什么要救丧彪 在郑木炎的询问下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是舒颜想靠近丧彪找到杀人证据 这样就可以让他在痛苦与煎熬中度过下半生 如果被射灯砸死那派便宜他了 于舒颜救驾有功 丧彪决定提拔他为企划部部长 福达第一个受不了 这本来是他的位置 现在讨厌的人竟然成了自己的上司 可丧彪做出的决定没有人可以反驳 这个位置同时也是清风曾经坐过的 整个房间都是清风留下的位置 福达突然闯进来 他可受不了这样的鸟气 舒颜拿起自己的水晶牌 准备给福达这个鱼木脑袋开开光 就在此时丧彪突然闯进来 舒颜想起小时候福达用过的苦肉锦 连忙跪在地上恳求福达的原谅 把自己摆在弱势群体 果然对于这样的招数男人没有免疫力 福达真是有一百张嘴 现在都说不清了 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他杂烂 丧彪也对女儿失望透顶 每到夜深人静 舒颜总会拿出手机拨打清风的电话 说着简单的问候 说着自己有多么的想他 希望清风今晚可以到自己的梦中 最终眼泪只能化作仇恨 次日便被舒颜抓到了丧彪的空档 还成功地套开了上锁的文件夹 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候 丧彪也来到了门外 开门的一瞬间丧彪非常诧异 幸好舒颜把准备工作做得很好 没有令丧彪产生怀疑 可就在查看那些文件的时候 福达突然闯了进来 他还想炫耀自己的企划 也拨了脸 舒颜拉着他来到办公室中间 再做一次不然就滚出公司 福达气得差点大姨妈爆发 晚上就找来开锁的师傅 把舒颜的办公桌翻了得顶朝天 他觉得舒颜对自己肯定有所赢 舒颜在丧彪那拖的文件还没误热 就被福达拿到了手里 很快丧彪就得知了一切 再加上福达在耳边疯狂吹风 导致舒颜次日就被保安收拾好行李 女人刚刚被赶出公司 下一秒竟然老板就不得不请她回去 可舒颜怎么可能会回到这个杀人凶手身边 看到爸爸吃扁儿子还露出得意的笑容 丧彪也气得差点脑膜炎爆发 原来是当初舒颜进公司的时候留了一手 只要离开公司 他负责的品牌就得跟着离开 这个土夫子丧彪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现在已经彻底撕破脸皮 随后他便找到那个杀害轻松的凶手 想要从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只不过替罪羊的妹妹急需心脏做手术 如果他背叛丧彪妹妹就得不到治疗 舒颜只能另外想办法让他开口 次日舒颜的公司刚刚开业 丧彪就带着大量保镖找了上来 准备好好的羞辱这几个不知好歹的 他还花大价钱买下了整洞楼 想让这个新公司刚开张就宣布破产 幸好关键时候房东及时赶到 原来丧彪只是付了部分押金 根本就没有能力付清整洞楼 房东表示有个人付清了所有的钱 要丧彪带着狗腿子立刻滚出去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凶手的妹妹 可当他们到医院的时候 妹妹却完全不至急 只知道哥哥和一个大叔要去国外工作 要不很多年才会回来 太风连忙拿出手机里面的照片 经过再三确认此人就是马大根 毫无疑问幕后的主谋就是丧彪 次日同事还探寻到一个重磅消息 这栋楼的买主就是离集团的郑木岩带的 而且还不准备要输延的租金 可这天大的好消息 书延没有一丝开心 反而怒气冲冲跑到郑木岩家里 准备兴事问罪 一开门正好看到一个星星玩具掉在地上 这个玩具也即将揭开十年前的绅士之谜 对于郑木岩的好意书延心理 毕竟眼前的人只是酷似妈妈的样 并不是真正的母亲 郑木岩还想要书延去国外放松一下心情 但书延此时还不能放弃对丧彪的抱负 殊不知此时丧彪也在怀疑郑木岩的身份 怎么就偏偏那么巧郑木岩就是楼主 他派女儿假装拜访郑木岩 实际上是想偷偷获得她的DNA 福达非常幸运地拿到了郑木岩的口红 丧彪也即将得知徐允熙当年并没有死 此时佐尔拿着小心铃铛找到了书延 他不想看妈妈每天因为思念女儿而伤心 虽然佐尔不能说出郑木岩就是书延的母亲 但也给了书延足够的提示 他想得最近和郑木岩相处的一幕幕 似乎一切都非常正常 唯一不对的就是对自己太过关心 这个答案也许就藏在丧彪的家里 随后书延带着礼物来到曾经的这个家 最近公司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任顺怎么可能轻易原谅书延 不仅将送来的花彩的稀碎 还把书延的包翻了的顶朝天 任顺本想继续好好地羞辱书延一番 却不料婆婆竟然认出了星星灵 她非常的确定这个东西就是夫人的 神圣叨叨地要用符咒杀死允熙 不能让鬼怪进到家里来 书延也终于知道郑木岩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母亲 她连忙跑到亲子鉴定中心 做了一份自己和郑木岩的亲子鉴定 当看到99%是母母 书延这才明白郑木岩就是自己的母亲 此时丧彪也通过自己的关系 得知郑木岩和徐允熙的指纹一幕一样 双方人马都开始赶往郑木岩的住所 一辆小车缓缓地停在郑木岩所在的顶 书延猛然想起当初清风也是这样去世的 此时此刻的场景多么相似 这是一件多么令女人心痛的事 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抓走去无能为力 就连警察都是敷衍了事 没有失踪24小时就不能算失踪 而且家里还留下了离家出走的字条 书延觉得这绝不可能 明明刚才打电话都说有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能一转眼就消失呢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是丧彪所为 而且那狗屎一样的字迹和丧彪一模一样 太风猛然想起当初福达也被父亲抓走 会不会两人都关在同一个地方 他以自己乐福兰五分之一的股份跟福达交换 福达这个以利益为中心的自然非常愿意 只不过他也不知道具体位置 唯一确定的就是肯定在这个家里 福达很轻松地接过股权协议 结果竟然是没盖章的白纸 他气得肝都疼坏了 现在要找到徐允熙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舒颜嫁给太风 就可以自由出入桑标架 从而探寻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他只能对死去的清风说着对不起 太风的心里没有一丝烦的 反而心里还有一点点窃心 毕竟小时候他就发誓要娶妹妹 晚上舒颜就抱着枕头发誓 次日太风便牵着舒颜的手回到家里 郑重地宣布即将结婚的消息 任顺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 婆婆更是老眼昏花将舒颜看成了腐烂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她就算是死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 桑标更是将两个人拖到房间 不明白儿子又在唱什么双簧 而且舒颜的眼里满是野心 她害怕儿子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太风轻轻地扶起地上的舒颜 发誓就算是全家人都不同意 就算是明天就被客死街头 她也无怨无悔 舒颜拿出自己和清风的婚件 表示我们明天带这个就好 殊不知当初这就是太风亲自挑选 随后舒颜来到清风的骨灰面前 做了最后的告别 很快就到了结婚的这点 好好的婚纱竟然被解了稀碎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丧彪的所作所为 就算今天下冰雹她也不会放弃 舒颜拿出当初清风死亡那天的衣服 决定穿着这身复仇战袍前往 此时太风也遭到了父亲的围追堵截 派出了好几车的接溜子 舒颜在教堂等到黄昏都没看到人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心想自己这颗夫命格也是没谁了 突然太风一蹶一拐地走进来 像极了孙悟空脚踩七彩祥云来迎娶新娘 只不过看起来非常的狼狈 身强体重的太风肯定能给舒颜想要的幸福 刚回家就被丧彪堵在了门外 就算太风使出吃奶的劲也没有丝毫用处 这种没有家人祝福的婚姻注定走不长久 舒颜早就预料到有这一招 现在勒芙兰没有高恩导致股价大跌 还被对头的公司打烟了 她愿意拿出自己的品牌做条件 并且保证会在短期内将对手的公司合併 利益为上的桑彪自然非常愿意 只不过舒颜第一次进门 就被凉水泼了的透心凉 婆婆更是神神叨叨地游滚 太风懒地听着两个人废物 连忙拖着舒颜回到自己的房间 只要能找到自己的母亲 这一点点苦对于舒颜来说就是小贼子 很快她就来到桑彪的书房 只不过翻了的底朝天也没有任何线索 搞得舒颜还差点被发现 晚上她端着茶来孝敬公公 却意外听到桑彪似乎要把谁转移 而且在偷听的时候也被桑彪发现 桑彪也不想管她是真是假 要舒颜尽快吞并敌对公司 虽然舒颜差点就被发现 但也偷听到她被抓走的母亲并不在这 而是在勒芙兰资助过的某个地方 次日两人便开始分头行动 舒颜负责在会议室拖着桑彪 太风则在父亲的办公室寻找 只不过找了半天依旧是一无所获 舒颜猛然想到这个答案或许在书房 晚上她就再次回到那个噩梦般的地方 刚有点线索婆婆又找了上来 幸好手脚灵敏才没有被发现 人顺要舒颜帮她做个漂亮的造型 如果今晚可以和桑彪研究物理学就更好 当桑彪回到家里差点没被吓死 老婆竟然化成了徐允熙的样子 她不仅没有得到丈夫重来 还被嫌弃成假冒的鸭子 桑彪喜欢的是那只优雅的天鹅 奶奶更是直接动手要拔掉儿媳的衣服 这就是舒颜想要看到的结果 只要仇人不舒服她就舒服 凌晨舒颜又再次来到书房 并且拍下了勒芙兰的资助名单 现在只要一家家的找过去 就肯定会有线索 其实允熙就被桑彪囚禁在精神病医院 和当年关押儿子太风一模一样 她唯一想知道的就是天山花的配方 对于这个初恋 她也有了应对的方案 每天都会让医生准时的 为允熙吃一种奇怪的饮 这种东西会让人忘记一切 并且重新爱上第一个对她好的人 殊不知允熙每次吃药都会偷偷地藏钱 这天她故意装作被药卡住喉咙 护士来不及多想连忙跑出去叫医生 允熙也暂时得到一线生机 很快院长就发动所有人开始寻找 只不过找遍了整个医院都是一无所获 原来允熙是得到了护工的帮助 护工还准备帮人帮到底 好好出去探查一番再来通知允熙 然而允熙害怕护工骗她 偷偷地跑了出来 允熙又再次被抓了回去 次日丧彪还送来美丽的白菊花 却不料正准备上前安慰的时候 竟然踩到一颗自己准备的药丸 这让她瞬间明白允熙并没有暗示时间 而是把东西全部都藏了起 丧彪气得差点脑膜炎爆发 连忙抓住允熙要将这些东西一次性喂完 此时舒颜也排查到了这家医院 在路过的时候正好听到房间里传出儿时的歌曲 她正准备上前查探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允熙也瞬间意识到女儿来救自己 允熙在里面准备大声呼救 却被丧彪抓在手里动都不能动 舒颜也被保安架了出去 此时泰风也赶到了这里 扬言院长不降门打开 他就会强行进去降门打得稀碎 院长无奈只能同意他们的请求 然而当病人转过头的时候 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舒颜以为是自己搞错了 殊不知就在当前允熙已经被丧彪转了 但医院种种奇怪的现象 舒颜觉得就算妈妈不在那里也肯定有其他秘密 此时两人又偷偷地来到这里 正准备进去的时候护工走了出来 这个人正是当初帮助允熙逃走的那一位 舒颜连忙拿出妈妈的照片 护工认出正是他护理的那一位 还说到最近有很多逃走又被抓了进 医院时常还会囚禁一些正常人 舒颜一刻都等不下去连忙前往病房 却不料正好碰到丧彪和院长查房 他只能躲在另外一扇门偷听 此时允熙坐在床上唱着摇篮曲 他的记忆正在被药品慢慢地侵蚀 只不过这并不是丧彪愿意看到的结果 院长连忙保证会是更多的药物让允熙恢复正常 次日舒颜便计划让佐尔以记者的身份前往 假装接到实名举报这家医院正在非法监禁 从而拖住医院的大部分人 丧彪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连忙要他们将允熙转移到别的地方 然而这正是舒颜想要看到的结果 他们以医生的身份成功地混了进去 舒颜连忙抱住妈妈 可允熙已经完全不认识她 嘴里一直念叨着出生时候的摇篮曲 两人都来不及悲伤 舒颜连忙带着妈妈开始逃命 两个保镖还贴心地将他们送到门口 只不过很快院长就发现了端倪 此时舒颜他们才刚到地下停车场 几个小卡拉米就将他们团团围住 太风连忙展现出男人雄厚的一面 将所有的人都打得歪七扭八 舒颜刚把妈妈放好就被人捂住口鼻 幸好太风关键时候赶了过来 不然只怕凶多吉少 当一切尘埃落定时 允熙早就不见了封印 丧彪阴毒的面孔一闪而过 毫无疑问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舒颜和儿子只配成为玩弄的棋子 当舒颜再次醒来早就已经尘埃落定 她只能懊悔自己的无能 妈妈也许将会遭受更加残酷的对等 现在就连行车记录仪都被摧毁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丧彪所为 舒颜决定既然没有证据 就让证据自己开口说话 次日她便找到丧彪 表示昨儿已经接到实名举报 郑务颜代表即将被警察营救出来 丧彪听到这个消息那还得了 连忙开车准备前去查探事情的真假 如果真被找到那到手的财富将不翼而非 然而这正是舒颜想要看到的结果 他们已经在车上安装了定位装置 可当他们根据电脑的指使来到目的地的时候 正是自己居住多年的地方 似乎一切又再次回到了原点 丧彪也从秘书的口中得知 这一切似乎是一个局 他要舒颜明天如果没有并购敌对公司成功等 就自己卷铺盖走人 舒颜为了在家里探查到妈妈的限制 次日便找到敌对公司的总裁 他愿意拿出自己的高恩公司作为筹码 和总裁签订阴阳合同 表面上是实行了并购 背面只要总裁的公司可以上市 马上可以脱离高恩公司 他还会出资帮助总裁 这种好事没有任何人会拒绝 殊不知他病毒成功的时候就是死亡之时 舒颜以为接下来只要集中精力寻找妈妈就行 却不知一双黑暗中的脚正在紧紧跟随他 这个女人刚和男友领完结婚症 就遇到死去多日的未婚夫 两人来不及多想紧紧地抱在一起 舒颜浑然忘记自己才刚刚结婚 原来这一切都是福达的寂寞 当初清风被人在街上刺中妖子 舒颜以为自己的未婚夫死掉了 舒不知福达买通马大根这个黑警 伪造了一具假尸体瞒天过海 偷偷地救下了自己的心爱之 每天尽心尽力地呵护着 他以为自己的真心可以感动天感动地 却不知清风心心念念的一直都是舒颜 今天也是找到一丝空隙偷跑出来的 舒颜也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清风 现在他只是名义上的假结婚 等妈妈就出来一切都会回到从前 很快泰风就打来电话问候 得知清风复活的消息 他也是大吃一鸡 就在舒颜准备回去的时候 清风伸手抱住舒颜 想要他今天晚上可以留下来 这猴急的模样和当初的清风判若两人 舒颜必须履行合同上的婚姻 只能无情拒绝 刚回家他就将福达拖进房间 冲上去直接一个大嘴巴 舒颜本来可以和欧巴过着幸福的生活 都是福达这个丑女人作馆 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终于动起了手 而且还是为了同一个男人 直到婆婆和奶奶进来才结束这场闹剧 泰风非常大度地要将舒颜还给清风 长大的兄弟 可现在妈妈没救出来 舒颜还是决定一切照旧 现在清风已经不准备搭理福达 他已经受够了这个可怕的女 福达连忙跪在父亲的面前 请求把舒颜这个丑女人除掉 心想只要他死掉 清风肯定可以回心转意 殊不知丧彪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把舒颜干掉 到时候高恩和那个合并的敌对公司都将是儿子 就连唯一知道内情的马大根也被丧彪活埋 现在丧彪已经是无所顾忌 此时舒颜也没有闲着 为了找到妈妈所在的地方 他斥资时宜准备将这栋别墅重新装修 婆婆很快找来房子的设计图纸 三人苦思冥想也没有找到哪个地方可以关押人 然而太风亲密地为舒颜披一幕 正好被前来的清风看见 他心中的醋毯子砸得稀碎 他每天都在忍受自己的女人和别人睡在一起 竟然还要忍受被自己的女人撒狗粮 清风认为只要转移丧彪的注意力 舒颜就可以更加快速地找到妈妈 可他不知道的是舒颜心中的天平已经偏向太风了 他还傻傻地站在桑彪的面前表示自己没有死 有什么就冲自己来 桑彪也是懵了个圈 他本想再次将清风干掉 却不料清风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 只要他出现意外手机里面的录音就会全网发送 就算桑彪不用蹲监狱也够喝一壶的 这一幕正好被福达听得清清楚楚 他认为肯定舒颜那个丑女人P.O.O.吧 不然清风不可能会做出这么傻帽的事情 这几句话原原本本地被舒颜录在了手机里 福达气氛不宜准备抢回手机 却不料在争抢的过程中 属于福兰的丝巾掉了下来 福达瞬间意识到眼前的女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死去多年的妹妹 现在只要确定那个星星胎记就能知道身份 可当她拉开衣服却没有任何踪迹 这时福达注意到衣服上的化妆粉 再次用力地扒开舒颜的上衣 闪闪星星胎记变得无所遁忌 现在事情曝光舒颜也不打算隐瞒自己 扬言只要福达说出去 他就会将手里的录音交给丧彪 到时候我再把肩膀上面的胎记去掉 你就会成为那个大家嘴里的笑语 一场巨大的危机算是暂时躲得过去 福达也瞬间明白舒颜为什么会嫁进来 他绝不允许妹妹不仅抢走自己的男人 还要抢走自己的公司 次日便在饭桌上提起死去的芙兰 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当上班舒颜就给福达发信息 表示会长应该会对清风的事情感兴趣 他来不及多想连忙马不停蹄地赶往办公室 既然舒颜不仁他也准备不易 当看到舒颜把手搭在衣服上 福达以为舒颜已经将胎记去除 到时候只怕会自取欺辱 再加上手机里面的录音 父亲如果知道清风死而复生全是自己所为 那肯定不是活埋就是千刀万剐 他只能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 两人一人吓对方一次也算是扯屏吗 然而他们却不知奶奶已经找到当初伪造死亡证明的人 并且还从光直的口中得知福兰并没有死 唯一知道福兰现在在哪的人就是纯情 正好舒颜也在此刻下班回家 人瞬想起纯情好像喊过舒颜福兰的名字 难道眼前的人就是那个死去多年的女 纯英连忙表示那个人就是个骗子 幸好舒颜急中生智 反问他们那个人真的可靠吗 而且光直动不动就是坐牢 很明显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再加上福兰的骨灰就在灵堂 婆婆和奶奶一时间心虚也不打算过多追问 他们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光直在外面乱说 就在此时光直来到了店门口 太风揪着他的衣服警告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在附近晃你 我就会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光直连忙夹着尾巴逃跑 清风则嘲笑这群人太蠢 竟然就这样简单地放过光直 而且这件事太风都知道自己竟然不知道 就连送舒颜回家这样简单的要求都被拒绝 他的心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这对假夫妻只怕是假戏真做儿 次日太风正准备亲切地为舒颜记围裙 被弗达拿着手机拍了下来 还催他们赶紧生孩子 这样清风偶爸肯定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随后这个心黑的女人还将照片给清风看 她只是想让心爱的男人认清现实 你爱的女人已经是别人的妻子 就好好地接受自己不要过多留恋 她还以为是弗达在作息 只不过她很快就会改变心中的想法 此时任顺还在家里回忆自己的弗兰 舒颜亲切地为婆婆记上丝巾 任顺的记忆瞬间回到十年前 她也是这样为自己心爱的弗兰席的 等她回过神舒颜竟然变成弗兰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任顺的幻觉 弗兰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她的心病 舒颜还拿出小时候的照片 任顺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要儿媳赶紧将这些东西拿走 舒颜没有多话而是将这些东西丢进否堆 就像是十年前任顺发疯的那天一样 她也被这一幕吓得不知所措 舒颜表示如果舍不得就将手伸进去拿出来 任顺也是非常的纠结 一边是心爱女儿的遗物 一边是自己美丽的身体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后者 舒颜也斩掉了最后一丝执念 此时太风正好回来 看到这熊熊烈火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看到的那一 父亲行凶的面目让她有些精神崩溃 舒颜连忙抱住她轻声安慰 这相亲相爱的一幕也再次被清风误会 再联想到最近发生的种种 她觉得自己再不出手老婆就要被抢走了 可当清风找到太风的时候 太风却表示自己比她先喜欢舒颜 不愿就此放开双手 清风被气得怒火直冲天灵盖 脑子也因为上次重伤没有复原出现了问题 她竟然找到福达愿意同流合污 还要气死舒颜将丧彪干掉 两人也即将在不日成婚 福达这个恋爱脑自然是非常愿意 她第一时间便是带着欧巴来炫营 福达终于胜了妹妹一回 刚完事就买了一份快餐给清风 还在清风的耳边卖弄风景 清风这将是脸一样的表情 说明她内心里有多么的嫌弃这个丑女 晚上福达还召集家里的所有人 准备说出一个天大的秘密 舒颜的心里紧张得不行 非常害怕福达会说出自己就是芙兰的事 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清风闯了进来 她同样是死而复生的人 清风还准备和福达急日成婚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下的心脏骤停 为了不让奶奶受到更多的刺激 太风连忙拖着清风出去要好好谈谈 很明显清风就是为了复仇 她不仅要报复丧彪的杀父之仇 还要报复舒颜的分手之痛 两个曾经如同手足的兄弟也动起了手 两个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爱人也因此反目 清风非常想理解舒颜的所作所为 但每次看到她和太风亲密接触 心里就忍不住吃起了错 今天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面 却不料刚回家就被丧彪堵在门口 秘书从后面突然偷袭 清风毫无防备地直直倒了下来 当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五花大了 丧彪能够杀一次就能杀两次 可她做梦都没想到清风早有防备 不仅录下了行凶的视频 还在心脏里面安装了特殊装置 只要停止跳动丧彪的所有黑料 就会发到网上 这个东西虽然很可能不是真的 但丧彪不敢动 要轻松好好的活着 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好运 丧彪刚回家就看到妈妈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就在说话的功夫隐熙跑了出来 差点没把这两个杀人凶手给吓死 此时舒颜也在门外听到里面的对话 她意识到妈妈很可能就在里面 可当她冲进去的时候 房间里却又空无一人 地上只剩下一个小时候的心情摇零 墙上的书桌突然开始晃动 舒颜害怕被发现连忙跑出去 丧彪却嗅到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觉得刚才好像有个人在这里 一出门正好看到舒颜有些慌张地在外面 舒颜连忙表示自己刚才忘记拿手机 在上班的途中回来 丧彪刚才并没有看到人 只能暂时作罢邀请舒颜一起去上班 可就在离开的时候 舒颜看到奶奶手上的一抹白灰 意识到要是肯定和这个东西有关 他们找到装修这套别墅的舅舅 拿到了地下室的建造图纸 舒颜推断应该是 丧彪和奶奶轮流照顾母亲 两人肯定都有钥匙 但奶奶的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那钥匙必然藏在书房的某个角落 晚上太风就殷勤地拿着茶水 来到父亲的房间 还赞叹父亲果然厉害 实际上他是想找到钥匙 丧彪害怕自己的秘密曝光 随便拿了一本书便将太风给打发 只不过桌上的相思花 还是引起了太风的注意 刚回房间就被舒颜发现 书上也有花粉 再联想到奶奶手上的白色粉末 那个花瓶很可能就是藏钥匙的地方 傍晚他们等所有人都睡着 便悄悄地来到丧彪的房间 很快舒颜就在花瓶里面找到了钥匙 只不过两人都不敢声张 现在还不是救出妈妈的时候 次日太风便开始制定营救纪录 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丧彪有个会议必须参加 他们要趁着这个空档前去营救 婆婆可叫牌友将她支走 太风则负责将奶奶支走 舒颜很成功地来到房间 就在手伸进发屏里面的时候 丧彪竟然走了进来 她已经从福达的口中得知 眼前的女人就是自己曾经收养的孩子 这一刻舒颜的心里慌得一批 她绝不能留下囚禁的妈妈被赶出去 于是准备拿出之前福达救出轻松的录音 从而证明福达就是个骗子 可她不知道的是录音早就被福达删除 舒颜有恃无恐地按下开关 她是我的手上了 如果我老爸背叛了 我真的会死了 原来那天舒颜发现福达的计谋后 就从太风的手机上复制了一份管 现在福达说再多都是多余的 丧彪做梦都没想到女儿竟然会去救一个仇人的儿子 福达也不装了 她只要和清风在一起此度愿意 福达成功地被丧彪赶出了家门 她连忙冲进清风的怀抱寻求安慰 对于福达的做法她一直都不认 只不过事已至此 她也只能让福达在世居住在这儿 却不料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忘记带手机 还被福达套开了秘密 看到了舒颜和孤儿院院长的合影 真是柳暗花名又一村 只要拿到舒颜就是福达的证据 她就可以光明正大再次回到那个家 随后便来到孤儿院开始翻证 很快她就拿到了福达小时候和院长的合影 丧彪这才明白自己又被赏了 这一幕正好被清风给撞减 现在事已至此 她也只能承认舒颜就是福达 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 还爆出舒颜手里有天山花的资料 毕竟当初只有舒颜和郑代表的关系最好 丧彪得知这个消息 马不停蹄地将舒颜约出来 天山花的资料她可是整整找了20年 她更想知道的则是舒颜为什么会进到这个家 如果舒颜知道允熙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丧彪就会立刻动用关系让舒颜消失 幸好关键时候太疯胆到 她承认是自己爱舒颜 在小时候就发誓一定要将她娶回家 对于这个傻儿子 丧彪也是无言以对 她已经不想知道其中的缘由 要舒颜将天山花的资料拿过来 就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家里做儿媳 至于舒颜的具体身份 她也想到了万全之层 次日便要全家人都出去旅行 只剩下舒颜一个人在家里 如果舒颜拿钥匙去救允熙 那舒颜百分百就是芙兰 毫无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诱物 舒颜分分钟便上当了 她成功地拿着钥匙来到了地下室 看到了心心念念的母亲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丧彪的阴谋 就这样的情况舒颜还想狡辩 只不过这些都不再重了 丧彪要的是天山花的资料 有资料许允熙就能活命 如果报警她立马就会毁尸灭迹 舒颜刚出门就趴在墙角痛苦 现在的重点就是要优先找到天山花 这样就会有和丧彪谈判的筹码 她要左而将妈妈最近的行程表达出来 找遍了很多的地方只有发电非常渴 只不过店长欲言又止 很明显舒颜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家里的所有人 都知道地下室的事情 这样舒颜才有机会再次接触到妈妈 不然天山花的研究方案这辈子都弄不出来 舒颜趁得所有人都不在家的时候 悄悄地打开去往地下室的门 当太风带着妈妈从外面回 两人眼神交汇事情已经半通 太风连忙拿着礼物将奶奶制砍 舒颜则表示妈妈要不要去爸爸那里 我刚才看到爸爸的鞋子就在外里 人顺以为老公又在偷偷观探允熙的照片 怒气冲冲走到书房 正好发现舒颜打开的暗门 他粘手粘脚地走进去 竟然看到老公和允熙在床上亲力无比 而且郑木颜被关押多日已经念无血色 他不由地想到一个可怕的内部 那就是老公为了得到出力 竟然将敌对公司的社长囚禁在地下室折磨 简直就和畜生没有两意 最终任顺因承受不住打击 差点脑膜炎爆发 现在必须尽快将允熙处理掉才行 不然有任顺这个疯婆子也够丧彪喝一服 舒颜提议让他再次面见郑代表 肯定可以问出天山花所在的地方 丧彪想起允熙看到舒颜的反应 只能暂时同意舒颜的请求 舒颜一把抱住心心念念的妈妈 诉说着这段时间的不容易 就在允熙即将说出天山花的时候 然后将大门反锁 丧彪严厉地警告他 如果这样的生活不喜欢 就自己收拾行李滚出去 只因他马上就可以得到天山花的资料 到时候就可以成为韩国的首富 这种糟糠之妻不要也罢 任顺觉得肯定是允熙勾走了丈夫的心 准备将女儿拉入自己的阵营 悄悄地干掉丈夫的初恋 清风提议去找马大根 这种事情他最适合 只要将家里人全部制作 让马大根去对付丧彪 再将允熙运到精神病医院实在是轻而易举 到时候丧彪肯定不会再抛弃任顺 上回马大根被佛埋在地底三层 花了五天五夜才跑出来 他现在也急需一份赚钱的工作 次日书研他们就收到一份匿名文件 并且告诉了他们街头的地址 太风将信将疑地照着地址来到目的地 正好看到马大根和任顺一伙人 并且还得知马大根即将囚禁丧彪 要翻身做一回主人才行 至于帮助他们的人是谁两人都没想到 屏幕前的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次日任顺就拿着神奇的符纸找到妈妈 表示只要放在床头静静地睡上半个小时 眼前的这个女人就会自动消失 奶奶从小就迷信这些东西 连忙跟着儿媳出去睡觉 此时丧彪也被人从后面套住头头 成功地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很快允熙就被他们成功地弄了出来 清风为了不被丧彪发现端倪 主动带着福达里肯 现在整个地方就剩下马大根一个人 此时马大根还在房里感慨 这回终于将丧彪给弄了 突然门外传来保安的声音 要登记最近入住的人 就在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太风突然从外面冒出来 一拳就放倒了这个小卡拉 书妍终于将妈妈救出了魔窟 只不过这个样子令人非常的担忧 本来上回他拿到天山花的资料 就能救妈妈出来 却没想到丧彪竟然食言 书妍一气之下直接将资料全部消负 还用墨水将纸张给弄黑 一丝复原的可能都没有 所有的资料全部都记在了书妍的脑子 丧彪是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 现在妈妈虽然救了回来 但丧彪那个疯子还没有解决 马大根已经安排好两个人好好招待 关键时候书妍几人终于赶了 成功地将丧彪给救了出来 他们还没有掌握丧彪的犯罪证据 不能让这个人如此轻易地死去 马大根这个做死的竟然还发来短信挑衅 不疑会奶奶也打来电话 允熙在地下室凭空消失了 很快她就得知这一切竟然都是妻子干 可现在任顺哪里还知道人在哪 当她赶到公寓的时候 只剩下马大根睡在床上 马大根压根就不知道是谁偷袭了自己 任顺还想躲起来逃过自己 却不料被丧彪提猫一样抓了出来 此时福达正好回家 任顺连忙要女儿说出允熙在哪 福达已经被这个场面吓晕 再说她早就和清风离开 根本不知道允熙消失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书妍竟然说找到了 随后她淡定地打开电视 祖儿正在报道允熙失踪一个多月 被马路边的热心市民发现 现在正在家里休养 警方也在调查具体的情况 丧彪怒火直冲天灵盖 原来这一切都是疏研计划行的 只有被更多的人关注丧彪 才不敢轻举妄动 丧彪只能将气全部撒在 妻子和女儿的身上 二十年的努力在这一刻付诸东流 老人起床撒尿竟然看到儿子在行凶 他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淡定地帮助没死的父主接生 完事他还将孩子带回家 代替儿媳的死因 奶奶也因为愧疚患上了妄想症 现在事情曝光终于恢复神志 只不过孙女已经被赶到国外 孙子也差点被儿子的毒气毒死 儿媳也不准备 跟这个可怕的丈夫过下去要离婚 奶奶这才醒悟过来 都是因为自己的恋爱 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她掐着自己的脖子恳求儿子收手 尽管奶奶已经以死相逼 但丧彪已经步入黑暗无法回头 可当她打开自己的保险柜 贿赂官员的账本竟然变成了白纸 原来当初她叫福达去取账本 在路上意外撞到一个路人 然而这个路人就是疏研他们派去的 偷梁换柱成功地替换了账本 现在丧彪的后台也倒了 儿子奉劝她早点去自首 这样也许能减轻点罪骨 丧彪简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可这还没完 秘书通知她赶紧逃跑 公司和公寓的外面全都是警察和记者 只要暴露立马就会被抓走 丧彪要秘书假扮她从侧面逃走 吸引警察和记者的注意 自己则光明正大的走大门 只不过现在她已经是过街老鼠 此时允熙也得知丧彪逃跑的消息 联邦联系电视台开始做一期独家专访 她说出了当年丧彪当着她的面将丈夫杀害 还将她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每天喂食各种奇怪的药物 很快关于允熙的新闻就上了热搜 此时丧彪还在面馆吃面 很快就被别人发现 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再次回到家里 她希望妈妈可以帮助自己 然而结局却是非常的令人失望 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了 都是被她的贪念给逼走的 她不由地回忆起曾经的美好 一家和睦的样子令她非常向往 当她回过神正好看到舒颜 现在丧彪已经一无所有 剩下的人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 随后舒颜恢复本来的名字弗兰 并且还继承了丧彪的公司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福达竟然从国外跑了回来 她要将弗兰拖下水 这一切都是属于她的 就连清风也不能放牧 必须择日就去结婚 清风没有意见 带着福达来到了挑选婚纱的地方 福达还一脸幸福的模样 殊不知这完全是清风的计谋 让这个仇人如愿 然后再把她从天台上狠狠地摔下来 福达不敢相信自己无私的付出 竟然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回报 其实清风已经得了绝症 她就是想要在生命的最后 让这些仇人知道什么叫做痛苦 就在出门的时候 清风突然病症发作 然而福达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强行拖着清风上车 福达慢慢地将油门踩到底部 车子静直地冲向路边的电线杆 清风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她嘱咐太风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迁就不要让她受误 最终丧彪每天都在监狱承受受害人灵魂的折磨 舒颜则和太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台湾